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进入跨年倒数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晚31日 突然在脸书直播 畅谈新年新事 柯文哲提到 新年愿望是希望每天可以睡宝6小时 还勉励大家要自己找快乐 山不转路转 说到等一下即将登台 柯文哲进破根说出不是我要变魔术 是我被魔术变出来 柯文哲晚间在市长市开直播 和小编网友大开话辖 说到2017印象最深的是 柯文哲说今年是辛苦的一年 做了台北登节 西区门户 市大运等活动 甚至直到最后一天跨年上台前夕 柯文哲还在办公室批公文 签检讨报告 他也要向跨年夜执行的民众说声辛苦了 对于即将上台倒数 柯文哲还一度爆雷说出不是我要变魔术 是我被魔术变出来 还说到马上要为倒数进行彩排 有网友问到跨年没有男女朋友陪一个人在家怎么办 柯文哲笑说要努力去找啊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要大家多出门走一走 不然就只好自己在家滑手机上网 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最后柯文哲说到 新的一年寻找快乐的方法就是要自己觉得快乐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新转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